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在晋国和楚国走向没落的时候 吴岳两国在仇恨中迅速崛起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复仇人物 吴子虚和岳王勾剑悄然登场 日暮图穷卧心尝胆 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传奇 就让我们仔细聆听吴岳春秋 以韩起为首的六亲领导下的晋国 不敢对抗强横的楚国 但是对周边的盟国 甚至是周王室 那是老实不客气 典型的欺软怕硬 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来为您讲讲一些典型的事例 晋平宫二十二年 也就是前五三六年 也就是楚国灭掉陈国的第二年 发生了一件事 有个地方叫盐 原本是王室的地盘 后来给了晋国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王室的干大夫 跟晋国的盐帝的盐大夫盐家 为了盐帝的一块地盘 争起来了 这个盐就是盐王的盐 说到这里 顺便说说盐姓的起源 盐姓都起于基姓 分别出于太伯 周昭公和晋成公 都以封地为姓 盐姓奉太伯的曾孙 仲义为德姓始祖 不过人数以静成公的后代为多 这个理由是 史记当中曾经记载 太伯无子 那既然无子 这姓就很难传下来了嘛 再说回两边争地的事情 韩起自然像自己这一边了 但是又不好出兵 于是命令晋国的大夫梁炳 张替从殷柔那里 从殷柔那里借兵 攻打了王室的影帝 周王很愤怒啊 你们两个人争地 怎么打我的地盘啊 就因为盐大夫是我的人吗 于是派了大夫 詹环伯到了晋国 找韩起指责他们 詹环伯说了 当初历代周王 封自己的弟弟做诸侯 就是为了拱卫王室啊 可是如今 你们几个 把王室当成帽子一样 随便乱扔 还勾结荣人来打我们 无法无天了你们 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如果说来这一套 对赵顿这样脸皮厚的人 不灵光的话 对韩起这样死要面子的人 那还是很管用的 当时恰好有周王室的人去世了 韩起就派人去王室调丧 顺便就把盐帝的那一块地 给了王室 把攻打影帝的俘虏 也还给了周王室 周王一看 哎哟 这位改正错误还算及时吗 咱也得给别人面子啊 于是把干大夫也给抓起来 送到了晋国 韩起呢 索性好人做到底 把干大夫恭恭敬敬的 又送回给了王室 这事就算过去了 不管怎么说 从这事来看 韩起至少还是一个顾及颜面的人 到了第二年 晋平宫鞠躬尽瘁了 太子基标继位 这就是晋昭宫 老国军去世 新国军继位 各个盟国自然都要来吊丧 顺便祝贺了 于是在这个档口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郑国的上亲紫皮 前往晋国吊宴 除了吊宴 还准备把祝贺晋昭宫继位的事 一块办了 算是二合一 省得再跑一趟了 于是准备了一百辆车的礼物 子产就来劝他了 哎呀不要这样啊 哪有这两件事一块办的 红事白事 怎么能一起做呢 省省吧 吊宴就是吊宴 吊宴就是吊宴 什么礼也别带了 一边劝一边心说 你这不等于边吃饭边上厕所吗 但紫皮却坚持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就算不能祝贺新军继位 再把礼物拉回来不就得了 于是紫皮就带着礼物去了晋国 到了晋国 各国上亲都到了 大家都带着礼物 大伙的想法都差不多 想吊宴完了晋平宫就去给晋昭宫贺喜 只有一个人除外 他就是鲁国的叔孙若 他觉得这样做法不合理法嘛 那谁是正确的呢 负责接待的书相出来说话了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们 啊 调研宴已经圆满结束了 大家现在提出来要为我国新国君贺喜 可是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 这是不可能的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国的国君还沉浸在痛苦之中 如果让他换上礼服来接待大家 可是 我们还在办丧事啊 如果穿上丧服来见大家 那又等于再一次接受大家的调研嘛 所以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本次活动到此为止 礼弊不留大家了 祝各位一路平安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书相这意思啊 就是拒绝了大家向新国君贺喜的请求 而且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 大家也无话可说 打到回府吧 哼 来容易 走 就没这么简单咯 除了书孙若 大家都是带着礼物来的 本来准备献给晋昭公的 如今献不成了 那晋国的亲大夫们 也不能让大家就这么回去啊 你要知道现在的晋国 哪里没有贪污分子啊 于是一家家的六亲和大夫们 就来看望各国使者了 说是看望 实际上是来看望他们带来的礼物了 有明说的 有暗示的 有直来直去的 也有拐弯抹角的 有威胁的 有感化的 总之大伙的目的只有一个 人可以走 礼物留下 紫皮的一摆车的礼物 愣是一车都没拉回来 通通被晋古人搜刮了 紫皮这叫一后悔啊 回到郑国还到处说 匪智之时难 将在行之 夫子之之以 我则不足 原话记载在左传当中 意思就是 知道道理并不难 难的是按照道理去执行啊 资产懂这个道理 我就不行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建国是个 咽过拔毛 人过凯游的地方了 曾经年少爱追梦 一心只想往前飞 心片千山河万水 一路走来不能回 莫言怀说情依悦 神不由己在天边 才明白爱恨情仇 最伤最痛是后悔 如果你不曾心碎 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当我眼中有泪 别问我是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顶我一杯忘情水 换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与他风吹 不出的爱受不回 顶我一杯忘情水 换我一生不伤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Zither Harp 我愿怀说情依悦 神不由己在天边 才明白爱恨情仇 最伤最痛是后悔 如果你不曾心碎 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当我眼中有泪 别问我是为谁 别问我是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顶我一杯忘情水 换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与他风吹 付出的爱受不回 付出的爱受不回 顶我一杯忘情水 换我一生不伤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